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联系你个人的具体的历史 你这两个140都是什么种类的 现在是否还有效 什么时候提交的 中间间隔多久 然后你的需求是什么 就像比如说你找到一个realtor 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说我有100万块钱 我要买一个房子 那我应该买哪一个房子 经纪人肯定先要问到你 你具体的情况 要求 学区 对吧 你对房子大小 新旧 样式等等 各种要求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更多的解释 这样你可以更好地了解 自己所处的位置 以及应该怎样选择 首先如果你两个i140 里面只有一份当前有效 那么当然你要选用这个有效的 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份 有较早的优先日期 一般是你140的提交日期 或者perm申请的提交日期 那么较早的日期可以沿用 比如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原来在公司工作 办了perm 办了140 后来又换了工作 那需要重新办perm 但是此前办的140 虽然本身已经失效了 但是对应的优先日期 或者换一种情况 如果留学生到美国来 上学期间或者刚毕业的时候 申请了NIW 得到了批准 那么后来毕业以后又转行了 去了wall street 去了保险公司或者去了IT公司等等 那么和原来的专业关系很小了 接下来又申请了perm 他仍然可以保留此前的I140 比如NIW140的优先日期 或者比如说反过来 有的申请人毕业了在一个公司工作 公司给他申请了perm 但是后来公司发展不顺利 或者遇到经济危机 或者个人又读书去了 或者他自雇创业甚至回到中国了 原来的140不能用 但是他也许符合条件 申请NIW仍然可以保留原来的优先日期 或者比如有的人是原来办的 EB1B的140换工作 那么在利卡批准前 或者说在485判定180天前换工作 他可能还要另外再申请新的140 比如说办新的NIW EB1A等等 但是他原来对应的 EB1B140的优先日期还可以保留 以上是两份140 只有一份有效的时候 应该怎么选择 可以保留较早的优先日期 如果两份140都有效 我们还要看具体的情况 我们也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现在是2019年的7月 你有一个NIW的140 在2016年的10月提交了 已经批准了 但是此前排期一直没有到 到这个月才刚排到 另外你还有一份EB1的I140 是后来交的 比如2018年才交 最近也得到了批准 当然了你此前有可能就可以交485 但是为了保险 你等到了140批准 现在才做这个选择 那么目前你不管是按照EB1的140 还是按照NIW的140 都可以让你交485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种申请都可以trace back 到你这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第一份I140提交的时间 那么说我应该哪一份呢 EB1还是按NIW的140交呢 这个首先你可以自己判断 当然我们可以提供建议 另外呢 这个区别并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交了以后还可以转换 说我原来这个485 是base在一种140申请上的 后来我把它换到另一个我自己的140 行不行呢 是可以的 这个呢 很多申请人管这个叫relink 那这个不是移民局的official说法 移民局常用的这个term 那名词呢 叫consolidation 你要跟移民局联系 我有一个485判定 然后呢 我有另外一份140批准 我要consolidate这个485和140 那这是一个例子 再换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有一份EB1的140 在2016年的12月提交了 已经批准了 然后呢 你现在已经有一个判定的485 基于这个140 因为你最早呢 比如在2018年12月 已经可以交这个485了嘛 交了以后 判定了半年 然后呢 你收到了面谈的通知 比如要下个月 2019年8月面谈 但是目前出现的问题呢 2019年8月 EB1类别有排期倒退 所以呢 你的485还没有批 但是你下一个月去面谈的时候呢 如果依据这个EB1 排期还没到 485就不能批 所幸呢 你还有一个2016年12月 当时和EB1同时提交的 NIW的IL40 也已经批准了 过去你可能认为这个显得有些鸡肋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2019年8月呢 你按照NIW排期 可以排到 可是你说呢 我1485过去是按照EB1交的 那我能不能改呢 可以 你面谈的时候 把两份IL40的批准书都带上 跟移民官党场说一下 你看我交了两种IL40 都得到了批准 现在呢 我想consolidate 把我的这个判定的485 和我排期已经到了的那份IL40联系上 这样呢 你就有可能下个月就拿到批准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 同时提交EB1和NIW的好处 因为将来呢 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排期呢 有可能会交替解极 如果你有两个批准 那么对你来说呢 就可以更快 更好的拿到绿卡 那么以上呢 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 但是呢 每一个申请人 可能还有别的情况说呀 我要早拿绿卡 我的配偶还不一定啊 他现在还没有办豁免啊 人还在美国境外啊 等等 但是呢 万变不离其宗 所以呢 这个并不难处理 总体来说呢 有不止一份啊 140批准是好事 这个并没有什么限制 就像比如你申请到美国留学 当时可能被不止一个 美国大学录取了 像我们前面说到呢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没有一个universal 万能的 普世的简单答案 要具体联系 个人的历史和需求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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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